大家好,今天是9月20日早上的7点20日 《华盛顿邮报》批评蓬佩奥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 美国欲打击更多的中国软件TikTok或者不卖了 9月1日起,加利福尼亚普通民众 也可向法院申请枪资限制令 加州有望成为第一个开发自己的防治药的州 美国确诊620万02765 治愈了237万3601 死亡了18万7901 美国专家组发布疫苗分配指南草案 优先医护一线 遭质疑隐瞒中风病情 特朗普责承白宫一司出面保证 特朗普现在是正在追那个拜登啊 民调上面 被裁员前后是否能够申请工商赔偿 佩洛西违反了疫情规定去做美发 不戴口罩被拍下 这是在旧金山的一个发廊里面 他自己约了一个自己专门的理发师 理发师在那个发廊有个专门的座位 所以被那监控给拍下来了 然后共和党就攻击这个佩洛西是两套标准 然后要求说政府早日颁发那个口罩 口罩戴口罩的令 行政令 自己又在私下里又不戴口罩 中国出口逆势飙升 中国制造卷土重来 特朗普说 恢复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反击邪恶的谎言 中国新建 则机 卫星图曝光 美媒说 玉媒布局类似 马斯克的人机共僧是不是在玩火 联邦上诉法院 驳回检察官要求公开特朗普财务的请求 两岸的关系是民族的认同 经济利益政治关系 两岸本是一家人的 统一是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标准 自称餐厅位置差 52名加盟商起诉麦当劳种族情势 厉害了 中国成功研制 异议神经元 类脑计算机 76岁的 前贝尔斯议员 因涉嫌枪杀妻子被捕 华为芯片传来大消息 1800亿囤货 洛杉矶将花1000万元 用于驱逐辩护 呈现 9月底 呈现所有的学校将恢复 就是室内教学 呈现之前是比较厉害的 22岁网红女教士被前男友割喉 凶手已被执行死刑 这在中国 美国大学废水中减除新冠病毒 所有学生强制隔离 这就是开学 现在是 核桃小学 四男生被女生威胁 起诉学校 获赔100万 洛杉矶县重新 考虑重开 室内发廊和大型的 购物中心 这个是 现在纳上重启 南加州 南加州原来是比较 比较狠的 疫情 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现在是 搭上经济扶苏 扶苏之路 让人们是不是能看到一点希望 但是同时 生命是最重要的 美国8月份 汽车销售有所改善 但仍低于去年 法官 UCE区立即停止 SAT和ACT成绩招生和颁奖 特朗普反问 基诺撒称当地思维活动为国内恐怖主义 现在是到处砸警车呀 烧警车 然后 闺蜜新书出版 报梅拉尼亚演讲稿 就是抄袭米歇尔 报白宫将锁定更多的中国软件 TT县TITOK县将局 北京限制 AB3088方案成功 暂时挽救 驱逐断崖 警方公布洛杉矶警局 范奈斯社区分局破坏的情况 Uber乘客乘车前 或被要求上船 戴着口罩的自拍 这是一个新的 新的东西 熊出没 嵌入北加州 太后湖地区便利店偷吃食物 这是被监控直接拍下来了 洛杉矶以5000万 为感染新冠低收入者提供救助金 拒绝被讨好的拉丁裔非裔 批政客弄权 美国仲裁之下 华为发展云业务获得生机 华为是求生啊 特朗普逆限制中国留学生 美国留学梦断 这是很多人要留学的目的地啊 第一目的地就是在美国 中国公布9月国际航班计划快领 旧金山免费发防护 回国更安全 洛杉矶机场添加无接触登机设备 16亿线困金发给了死人 财政部称已经追回了七成 中国留学生到底怎么了 在中国的在美国的被驱逐出境 因为国安法 耶路大学教授建议学生慎重选修课程 代价昂贵 洛杉矶花费 2550万美金重建警民关系 美联储万亿狂潮 无自禁 每股再破纪录 波德兰思维者替市长庆生 破窗纵火 侵犯民宅 印度军队占领关键高地 在边境挥舞雪山狮子旗 这个小镇真的下了场浅雨 有人脱贫致富 从未见过这个社区如此恐惧 凡亚裔暴力事件增加 又排斥亚裔了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